Hi Hi 大家好 我是Snowboard媽的Michael 今天我們來到了五指滑雪場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五指 我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 他的Bass很像一個客運站 巴士站 很小很擠 捲肉超多 我們差點走散了 我來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剛才都從這個 不知道這什麼鬼的地方 就是搭了一個不知道什麼鬼上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圓著這條不知道什麼道 然後到這個不知道什麼的地方 然後從這個地方上去這裡 然後滑這條鬆鬆的不知道什麼道 然後我們再再上去 然後我們繼續在不知道什麼 然後鬼的地方做不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這是圓的今天 以上 所以我們今天整天都不知道幹嘛 對我們今天就是不知道幹嘛 對我們今天就是不知道幹嘛 以上です 我們按照Nick的建議 馬上來到左上角的澳天地區域 去找粉雪花 很可惜的是 即便是非鴨雪雪道 它上面只有一層薄薄的粉雪 下面都是陰影的冰塊 所以我們決定跑到旁邊的樹林去找松雪 鴨子滑雪場分為左右兩個部分 雪比較好 而且比較好玩的是左邊的澳天地區域 比較多非鴨雪區還有地形可以玩 一路滑到山下的路也很長 圖中的地形也很有趣 相反右邊的五指區域比較多的是鴨雪道 適合練習 公園也在那邊 兩邊的區域有一條纜車聯絡起來 兩邊的往來不算十分方便 所以先挑好要玩哪一邊 停車或是坐接駁巴士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我們來的時候是二月底 而且前幾天都沒有下雪 所以整體的雪況都不算很好 但可以想像一月或二月出來的話 山頂的非鴨雪區跟樹林區肯定超好玩 澳天地區域裡面 地圖上標誌可以滑進去的樹林區域都蠻友善的 基本上都不會迷路 一路往下滑就會回到主要的雪道 我們就這樣圍繞著纜車C 一直刷旁邊的樹林 刷了好多邊 聽到我說 Michael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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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YEAH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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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奥天地区域 另一边的缆车B 这边的树林相对缆车C那边 比较长一点没那么陡 而且是一路滑到底就会回到缆车 早上来冲粉雪可以直接杀到这边来 误误 可是也是因为它很长的关系 我们划个几趟就已经很累而且很饿 所以我们就准备下山了 总结来说我们很喜欢五子滑雪场 很适合喜欢冲粉雪树林的我们 有机会我们下次一定会再来 哈喽这一套辛苦大家了结束 拜拜 吃饭 好辛苦啦 外当劳 外当劳 外当劳